731部队本部在日军拜逃前 曾在标本陈列室内陈列了四位共产党员的人皮 这四位党员在他们有限的人生中 一次又一次的像毫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 证明着中国共产党人那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 在如今 731罪证陈列馆最后一个展厅 是一处有着众多死难人员及其姓名的信息展厅 在靠近展厅出口的位置 有着几位曾遭受731部队迫害的共产党员照片 他们在生前曾是我党的情报人员 通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了解 当年在全国范围内 各个日军县兵队对于执行731部队的特别移送程序的流程 以及那些抗战英猎们在被特别移送之前 都曾遭受过哪些折磨与迫害 1995年7月31日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方区 举行了一场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道歉仪式 这场忏悔仪式的主人公名叫三伟峰 两年前在战后一直坚默的三伟峰 第一次在公众面前 表达了他早年曾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孽 后续在双方不断磨合下 1995年7月三伟峰来到了哈尔滨 并见到了曾经由他亲手送进731部队的被害人王耀轩的儿子 王一斌 1934年5月三伟峰如愿以偿参军成为了陆军第三师团的士兵 但在后续的军力生涯中 日本军队的风气却让三伟峰逐渐充满了失望 这打消了三伟峰去往前线的想法 他报告了宪兵队 因为那样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最终在1941年4月 他被调往了大连宪兵队本部 并很快升任成为曹长 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在大连就任曹长的三伟峰 彼时依靠着一身出色的反谍报能力 已经成为关东军情报部门的骨干分子 在他手下直接或间接导致被捕死亡的我党情报人员 已经不计其数 1943年6月 一段异常的电台波动被三伟峰察觉 经过调查 三伟峰锁定了位于大连黑石礁高沙丁153番地的兴雅照片馆 经营照相馆的沈德龙 以及照相技师等6人 立刻被日军抓 一连几个月的审讯 沈德龙始终没有向日军透露半点信息 三伟峰转应兼尸 却一无所获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三伟峰的头僚提议抓来沈德龙的妻儿 以此来摧毁沈德龙的心理防线 于是在1943年10月 三伟峰与同僚起草了 逮捕沈德龙妻子 以及其余八名邻居 并在审讯后 移送到石井部队的书面报告 关东县兵司令官三浦中将给出的答复是 同年11月将这一行人送往石井部队 然而 在亲眼目睹的妻儿也同样遭受了酷刑折磨后 三伟峰终于撬动了沈德龙的嘴巴 还得到了三名情报人员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 活动在天津的书职二人王耀轩 王学年 以及活动在沈阳一带的李善中 很快 关于三人的抓捕行动开始了 但也导致移送石井部队的行动得到了岩石 三人被抓捕后 与沈德龙被关在同一间监狱里 看见沈德龙浑身是血的模样 他们没有互相责备 却也同样感知到 他们即将要面临的命运 在往后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 无论日军对四人再进行何等的折磨与刑罚 四人从未再透露出任何一个字 根据三伟峰的供述 新明队对于三人进行了灌水和活疗等多种酷刑 在得不到任何答复后 又反过头对沈德龙进行多次逼供 但这次不论用何手段 沈德龙再未透露半点信息 这也许是因为他不会再有任何转类和后顾之忧了 王耀轩等人在大连新兵队本部 活活被折磨了四个月后 毫无收获的大连新兵队 以四人为国际谍报事件核心成员的名义 用特别移送的方式移交给石井部队 并由三伟峰亲自押送 1944年3月1日 三伟峰在哈尔滨地区 与身穿便衣的哈尔滨鲜明队成员进行交接 交接手续完成后 王耀轩等四人便被解开脚料 被身穿便衣的哈尔滨鲜明队成员 野蛮地踹进了一辆特别改装的面包车里 拉走了 根据三伟峰的回忆 当年时任大连新兵队草长的他 是知道特别移送的被捕人员到了石井部队后 是不可能再活着出来的 即便石井部队的秘密他是事后才得知 但他始终明确地知道犯人一旦被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 就绝无生还的可能 可即便如此 在押送王耀轩等人的路途上 三伟峰还是跟他们说着虚假的话语 安抚着四个人的情绪 这段记忆也成为日本战败后 在三伟峰脑海中始终消散不去的记忆 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到杀害王耀轩等人的行动中 但在他就任宪兵队期间 迫害了无数的无辜民众和爱国意识 已是不可争论的事实 视角转移到王耀轩等人 四人刚被转移到731部队时 几乎可以用体无完肤一词来形容他们的状态 之前在大连宪兵队的审讯室 三伟峰曾用被浓岩水浸泡过的十几厘米长的钉子 刺进王耀轩梳指二人的指尖里 李扇中的爽脚曾被火盆连续地烘烤 身体状况极差的四人 在运送到731部队后 就立刻被安排了鼠疫病毒的注射 由于事先在被转移的车上 王耀轩等人被三伟峰的谎言安抚 他们一时还没有察觉到 这些身穿白大褂打扮得像衣裳的人 竟然会给他们注射病毒 直到王耀轩的身体出现了明显色快的变化 他们才得知自己的处境已经无力回天 在进行最后一次实验观察时 王耀轩怒目巡视着围绕着他的732部队成员 说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句话 你们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王耀轩怨气后 731部队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观察 他的手与脚被砍了下来制成了标本 内脏与血肉也被剥离 一张人皮被制成了标本 在731标本室内战乱 其余三人也遭凑了同样的对待 最终他们成为了731部队的实验数据 永远地长眠在731部队的残垣之中 1945年8月 三伟峰在大连被苏军俘虏 随后他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 正好5年的时间 1950年7月 三伟峰与其他日本战犯 共计969人被苏军移交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实行宽大政策 最终在8月份将三伟峰编入 第三批战犯释放名单中被予以释放 回到日本后的三伟峰 并没有被日本社会所接纳 在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中 分成了几批人 有销声匿迹归隐山林者 有积极认罪呼吁道歉者 当然也有绝不认罪 甚至组织了731部队的东乡战友会的人 这些人在中国审判时 个个都曾声泪俱下 请求宽大处理 最后的言行 却又和他们的部队长石井四郎一样 嘴上说着要把秘密代谢坟墓效忠天皇 而行为上却为了逃脱审判 转手就将731部队的机密 泄露给美国 另一边 在1964年 日本战犯全部获释回国后 其中以一部分主张反对战争的战犯 组织了中规联特别委员会 三伟峰担任委员长 但这个阶段的三伟峰 还未对自己曾经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 直至哈尔滨平方区731遗址的逐步搭掘 和1990年后逐步对外界公布和求证 731部队曾在哈尔滨的暴行证据 更是在1993年7月 在日本新宿举办的731部队产 才让三伟峰认识到自己曾经 在大连信兵队所进行的特别移送 背后的真相 至此他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谢罪之旅 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他余生最后一次公开提出 要求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负责 是在1998年3月 在这一次陈述后 三伟峰因癌症复发而医治无效局势 他继续去另一个地方谢罪去了 三伟峰的人生轨迹只是众多清华日军的一个缩影 只是因为三伟峰或许真诚的谢罪了 让我们了解到独属于他个人的清华证据 但关于731部队特别移送的具体人数 如今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揭开 就像731最终陈列馆现如今的金馆长 在早年间的采访所说的一段话 可以很好地向我们陈述一个事实 731部队到底用了多少人进行人体实验 也就是训断者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应该说只有731部队是最清楚 而最清楚的人在嫌没 在暧昧 在保密 风口 所以把这个事情本身 一是简单的问题 但是的确成了一个大难题 早年间日本电视台对于三伟峰的采访 曾表达过一个推测 在1941年7月至1941年9月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签署的特一级指令 就要高达五百多次 这其中每次指令不止涵盖一条人命 如果把这五百次指令只按照一条人命去计算的话 每年最少会有两千条以上的人命被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 而特别移送并不是731部队唯一补充马鲁大的方式 所以731部队到底有多少无辜死难者 或许只能让时间慢慢将真相浮出水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